周到马英九跟台北市前市长郝龙斌今天同台 替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新书站台 但是中国军机不断扰台 甚至呛说没有海峡中线 马英九对此表示不认同 也说如果这台中双方一旦是擦枪走火 恐怕就很难守时 我当然不认同 可能是因为跟最近一连串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发展有关系 我们一直非常忧心的 也许双方都不想真正的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一旦擦枪走火 恐怕就难以收拾 除了两岸的问题 国民党内由谁来进逐2022年台北市长选战 现在人选陆续出炉了 台北市前市长郝龙斌认为 罗志强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但是现在也传出了高雄市前市长 韩国瑜有意参选 郝龙斌也说只要熟悉台北市政参与的人 是越多越好 他相信国民党内民主初选机制 一定会选出最好的人选 谢谢大家